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二說 他對參與出售抖音海外版TikTok的人表示 有關的交易必須在9月15日前完成 而且美國政府必須得到很好的補償 否則中國公司自節跳動擁有的TikTok 在美國的業務將被關閉 微軟公司已經與沃爾瑪公司聯手 和也有意收購TikTok在美國資產的甲軍民公司展開競購 而另外 中國剛剛出台的限制科技出口的新規定 使得自節跳動公司出售TikTok變得更為複雜 中國的專家說 新規定意味著自節跳動出售TikTok在美國的業務 需要先得到北京的同意 特朗普8月14日發布行政的命令 以TikTok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為理由 命令他們的母公司自節跳動在90日之內 在美國出售這個應用 在此之前的8月6日 美國政府下令在45日之內禁止使用該應用 TikTok已經對特朗普政府提出起訴 以阻止這個禁令的實施